Hi 大家好 我是阿仲 今天太阳明媚 阳光明媚 然后很感谢大家上期视频当中能够回答我的问题 这样可以让我更清楚地 定位自己和自己的视频的一个方向和区域 也方便以后的拍摄和制作 然后我现在是在拆土窝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又有新情况 大家应该看到这头棉花和这一 背楼草 应该可以想到我要干什么 就像这些一样 它是湿的 看到没有 所以我怀疑里面也是湿的 因为这些八个小家伙肯定在里面尿尿 又是尿尿 又是拉屎的 所以里面肯定是湿的 我要把它全部换掉 现在打开里面还有一只在里面吃 因为它里面草太硬了 我得给它换软一点 我刚才拿着那个麦草就相对软一点 这里面全部给它掏 让它重新装吧 我刚去倒了一下 垃圾 他们把我的扫把要吃掉了 停停停停 不要吃了 这我还有用的 绳子都给我砍断了 那么好吃吗 这是它第一天刚开始收集干草 所以不是很积极 我先给它放这么大堆 它拽进去之后再给它给棉花吧 母兔因为刚刚我把里面掏 掏完了 所以它现在正在 安全侦查 重新评估洞穴的安全性了 所以它一时半会拨出来 现在小兔子正在麦草里面 玩的很开心 我先出去一下 等一下母兔吊草的时候再回来 给它棉花 母兔现在开始剪切 麦草 上次有人跟我讲说 我应该给它剪短一点 其实没必要 因为母兔 如果说你是产香的那种 那就你就剪短一点 像我们家这种是 做的洞它要自己堵的 它吃完小宝宝之后 会把洞口堵起来 所以它需要多长 什么样的长 什么样的形状 它自己要 去弄自己清楚 弄得比较好 而我们剪的时候 又不知道多长多短 母兔在堵洞口用的草 它会剪的相对短一点 然后它的里面 就放在窝里面 它就会长一点 所以到底它是用来干嘛的 我们又不清楚 所以它自己弄最合适 见识这八只也不会隔离出来 还是会放在一起养 因为它不会去攻击小宝宝 这个是个非常肯定的 因为这边不存在攻击的问题 而且非常的好 它们在一起 就我另一边 它们在一起非常和谐 非常好 那小小兔崽子有时候会趴在 稍微大在那些兔子的身上啊 肚子上面 它都不会理的 它们在一起会 关系会非常好 所以不需要隔离 只有大了之后才需要隔离 因为大了之后 公兔和公兔之间会打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